一起勾芝200个花片,127黑百合。 大家好,这里是眼毛手作,今天我们来学习这一片花片的勾芝。 大的采用胚毛纱3.0的勾芝, 小的采用四股牛奶棉2.0的勾芝。 接下来我们一起勾芝。 此处可截图保存。 首先环形起芝,先在左手上绕线。 勾芝穿过线圈,带线出来,锁四针。 1,2,3,4。 接着在线圈中勾制一针长长针,绕两圈,带线出来。 勾芝上有四个线圈,绕线脱过前两个线圈, 再绕线脱过后两个线圈,再绕线脱过最后两个线圈。 这就是一针长长针,锁四针。 在线圈中勾制一个引拔针,带线出来,再带线出来。 这样为一组花样,我们需要勾制六组。 锁四针。 一针长长针,绕两圈,带线出来。 两两推针,推三次,再锁四针。 在线圈中勾制一个引拔针,带线出来。 再带线出来。 第二组花样我们就完成了。 大家按照这样的勾制方法,把第一圈完成。 勾好之后,锁一针,拉长线圈,断线。 找到刚开始的这个线头,拉紧线圈。 这两个线头打一个死结。 线头藏在织物里面剪断,接下来换线勾制第二圈。 第二圈在这个长长针针目上入针。 带线出来。 锁一针。 同一个针目勾制一针短针。 锁四针。 这样为一组花样,我们需要勾制六组。 下一个长长针针目,勾制一针短针。 锁四针。 再下一个长长针针目,一针短针。 四个锁针。 大家按照这样的勾制规律,把第二圈完成。 勾好之后,在第一个短针针目上勾制一个引拔针。 锁一针,拉长线圈,断线。 接下来换线勾制第三圈。 第三圈在这四个锁针链条上进行入针。 带线出来。 锁三针。 这三个锁针相当于一针长针。 新手的话,需要在第三个锁针针目上做交扣,用于最后的引拔。 接着再勾制四个长针。 二 三 四 加上七粒的三个辫子针,也算作一针长针的话,相当于在这个锁针链条上勾制了五个长针。 锁三针。 这样为一组花样,我们需要勾制六组。 下一个锁针链条上勾制五个长针。 锁三针。 第二组花样我们就完成了。 大家按照这样的勾制规律把第三圈完成,一共六组花样。 勾好之后,在起立的第三个锁针针目上勾制一个引拔针。 接下来勾制第四圈,锁三针。 同样这三个锁针相当于一针长针,在接下来的四个长针针目上各勾制一针长针。 锁四针。 接下来在这个第二圈的短针针目上勾制一针短针,勾制的时候把上一圈的三个锁针包裹在织物里面。 锁四针。 这样为一组花样,我们也需要勾制六组。 在接下来的五个长针针目上各勾制一针长针。 锁四针。 第二圈的短针针目里勾制一针短针。 锁四针。 第二组花样我们就完成了。 大家按照这样的勾制方法把第四圈完成。 勾好之后,在起立的第三个锁针针目里勾制一个引拔针。 锁一针,拉长线圈断线。 接下来换线勾制第五圈。 在引拔的这个针目入针,带线出来。 锁一针。 同一个针目勾制一针短针。 锁四针。 下一个针目,找到第五个长针针目,勾制一针短针。 锁三针。 再下一个针目,也就是下一个花瓣的第一个长针针目,勾制正方形拐角部分。 先勾制两针长针并一针。 绕线带线出来。 绕线脱过前两个线圈,这就是长针的未完成针。 再勾制一个未完成针。 绕线脱过这三个线圈,这就是两针长针并一针。 锁两针。 同一个针目勾制两针长长针并一针。 绕两圈,带线出来。 绕线脱过前两个线圈,再绕线脱过后两个线圈, 这就是长长针的未完成针。 再勾制一个。 绕线脱过这三个线圈,这就是两针长长针并一针。 锁两针。 同一个针目再勾制两针长针并一针。 锁三针。 从开始到这里为一组花样,我们需要勾制四组。 下一个针目也就是第五个长针针目勾制一针短针。 锁四针。 再下一个针目勾制一针短针。 锁三针。 再下一个针目勾制这一部分。 先勾制两针长针并一针。 锁两针。 同一个针目再勾制两针长长针并一针。 锁两针。 再勾制两针长针并一针。 锁三针。 大家按照这样的勾制方法把第五圈完成。 勾好之后,在第一个短针针目上勾制一个引拔针。 锁一针勾制第六圈。 在引拔的这个针目勾制一针短针。 四个锁针处勾制四个短针。 下一针勾制一针短针。 三个锁针处勾制三个短针。 长针并一针这里一个短针。 两个锁针处两个短针。 长长针并一针这里也就是拐角处勾制三个短针。 两个锁针处两个短针。 长针并一针这里一个短针。 三个锁针处三个短针。 从开始到这里为一组。 这一组是二十一个短针。 我们需要勾制四组。 下一针一针短针。 四个锁针处四个短针。 短针处一个短针。 三个锁针处三个短针。 这一圈全部是由短针组成。 每一条边是二十一个短针。 勾完之后一共是八十四个短针。 大家按照这样的勾制方法把这一圈完成。 勾好之后在第一个短针针目上勾制一个引拔针。 所以针勾制最后一圈。 在引拔的这个针目勾制一针短针。 下一个针目一针短针。 在下一个针目一针短针。 最后一圈就是让一针对应一针勾制短针。 在上一圈的拐角处勾制三个短针这里。 找到中间这一个针目。 在这一个针目里勾制三个短针。 也就相当于每一条边加了两个短针。 勾完之后一共是九十二针。 大家按照这样的勾制方法把最后一圈完成。 勾好之后在第一个短针针目上勾制一个引拔针。 锁一针拉长线圈断线。 最后也可以做无痕引拔。 后面的线头藏在织物里面剪断。 整理一下花片。 这花片我们就勾好了。 下一期我们学习这一片花片的勾制。